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我是陈卫生,人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我的讲题是,时间都去哪了? 先猜一个谜语,什么东西很公平,却很无情 答案是时间 时间它很公平,因为不管是马云、盖茨或者是我陈卫生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都是一样的 时间它很无情 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它都是不快不慢的往前走 不回头也不停止 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Avengers Game Game 戏里面的超级英雄可以利用宝石来回到过去 但这只发生在电影而已 时间都去哪了? 我想了好久,比较贴切的说法是 时间一分一秒的在上演 然后走进记忆的长额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我的童年生活过得懵懵懂懂 我的少年生活过得平平凡凡 还好,在我过入中年之前呢 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停止毫无节制的吃喝玩乐 跳出舒适圈 积极的学习 扩大事业 在过程中呢 也尝试去成就别人 为世界的和平以及繁华 尽一份免利 过去的时间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当下 活出意义 活出价值 活出精彩 继继继续